高端合約哀哄黑箱 監察院拖了20個月 調查報告才出爐 而報告中說 疫苗攸關全民重要的權益 但疫情爆發初期疫苗嚴重不足 高端的臨床三期試驗 也沒獲得國際認證 甚至疫苗相關的簽稿文書 都被衛福部列為密等 及公佈資訊不夠 但監察院不但沒糾正 也沒彈劾衛福部 甚至最後只是請行政院 督促改進 不要說三期年二期報告都沒有的東西 為什麼可以通過政府的驗收 為什麼政府可以要求全民去施打 就是非常嚴重的病端 這是一個草菅人命的行為 可是監察院資質未提 高端的關鍵正義中 到底是哪些專家背書給了UA 而購買500萬劑高端 卻丟掉近200萬劑 釀全民損失 甚至高端股價狂飙 被懷疑炒股監察院卻資質未提 在股市上造成這麼大的波動 然後都沒有做任何的反應 監察院這個報告根本就是騙笑 把我們全民當白癡而已 負責調查的四位監委也被起底 蘇利琼就是陳時中 擔任衛福部長期間的政務次長 蕭思佑曾是阿扁的隨行醫師 林宇宙更是黨產會主委林峰正的親哥哥 全都是律友友調查自己人 難怪最新民調顯示 有八成的民眾認為 檢方辦案會受到政治的影響 更有超過五成五的民眾認為 台灣司法不公正 而在黨就痛批 與其說是高端搞黑箱 不如說是蔡政府一手遮天 包庇黑箱 他們全部都是民進黨一秋之河 都是蔡英文提拔的都在幫民進黨 台灣怎麼會有是非怎麼會有公理 本該監督政府追真相的監察院 如今卻交出輕描淡寫的疫苗檢討報告 經歷過慘痛疫情犀禮的百姓 不知道有多少人會接受 記得希望入序關好 SNG小組台北報導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享有折扣喔